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421集 如蝶 周五太暗摊了,立刻恭敬起来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红云好似一只上古凶兽 从天空呼啸而过 在周五太上空之时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旗内传出 进来 周五太连忙成事 身子一动化作长红飞入红云之内 在红云那样 但见一个沧桑的老者 身穿一袭红衣 背着双手 目光如电 看向远处 他身子未动 但脚下的红云却是速度飞快 向前飞行而去 周五太站在老者身边 身太恭敬 周五太参见前辈 这老者略一点头 目光向远处一扫 其目光啊 好似可以穿透距离 一眼之下便落在了万里外 王林与红蝶交战之处 他沉默少计 听淡地说道 紫心啊 周五太沉声道 我与紫心在途中遇到了王林 而后紫心独自离开了 老者轻叹 说道 罢了 不去管他 你随我去此地灵山 老者说完 他脚下的红云速度更快 向着灵山急驰 这老者便是云雀子 仙仪族利用虚祖投骨的符文 凭借其十二叶的修为 暂时破除了朱雀墓的限制 把云雀子送入其内 不过 若是虚祖在世 凭其修为 或许可以完全破除 修行之经的禁止 但仙仪族之人 毕竟是以头骨内的符文之力破解 自然无法做到完美 虽说把云雀子送来 可却有着时间上的限制 一旦超过一定时间 符文之力消散 云雀子就会被修行之经内的 奇异力量直接抹杀 所以 他一进入此地 便没有浪费任何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挤持 直奔此地中心位置的灵山 此刻 前锋在向灵山赶去 云雀子同样也在飞跃 除了他们二人之外 还有一些人 也均都陆续的来到了这里 向着朱雀墓内部 最中心的位置挤持着 这些人中啊 有仙仪族之人 也有修士 此时此刻在灵山之上 却是有一老者早就来此 此人相貌平凡 但其双目内却是露出了浓浓的血光 在其肩膀上蹲坐着一只小猴 一双猴眼 鸿芒更重 这老者站在灵山顶部 在这里 虚空之中有一扇巨大的门 此门四周边缘散发出阵阵刺眼的金芒 这门高约百丈 支冲天际 在其上此刻出现了一道裂纹 好似疤痕一般极为触目 老者望着此门 双眼鸿芒更浓 他嘴角露出一丝阴森的微笑 潘膝坐地 打坐吐纳 在其肩膀上的小猴 则是四下乱看 一双猴眼透着凶猛 再说王林与红蝶这里 红蝶生前的那晶莹玫瑰 散发娇艳之韵 其上的红蝶虚影 正是红蝶隐藏极身的一丝神石 这才是真正的图 他望着王林眼中骄傲之色浓郁 轻声说道 曾牛 出手吧 杀了我 这种失去了神志的生命 留之无用 我红蝶宁死 不愿求生 王林望着红蝶 与子女之间的一幕幕 在脑中闪过 天之娇女 却落得如此下场 悲 王林轻叹 他在红蝶虚影身上 看到的不是骄傲 而是一丝隐藏极深的悲哀 心之悲哀 这种悲哀内 蕴含了浓浓的痛苦 让人忘之内心不由的一阵 红蝶 我成劝你 王林目光一宁 手中战斧一挥 漠然间 他的身子一跃而起 在半空中 他低吼一声 手中战斧 脱手而出 好似一道环绕闪电的流星 直奔 红蝶 轰然而去 这一副 带起了强大的气息 在天空中滑过 虚空一阵 好似要崩溃 他披向大地 尚未临近 地面便出现了一片片军烈 风沙四走 崩溃碎灭 红蝶抬头望向巨风 他身前的玫瑰花上 那一丝神石化作青烟 钻入到了本体眉心 在这一刻 红蝶的双目不再有战役 不再有空洞 有的是一丝轻敏 一丝骄傲 一丝悲伤 一丝仇恨 红蝶嘴角 慢慢露出一丝微笑 这种笑容极为开心 在他的脸上很少见 此刻的他 就好似一个无邪的少女一般 放下了一切心灵的执念 一股滔天的战役 从天空呼啸而降的斧子上 疯狂地宣泄而出 这一刻好似有一个无形的巨人 正拿着巨斧从天降临一般 疯狂地劈掌而下 红蝶脸上的笑容虽美 但这笑容之中 依然还有一股深深的骄傲 浓浓不散 这股骄傲便是红蝶的全部 红蝶一生是在骄傲中度过 他此刻临死依旧骄傲 傲逸凌云烟红如蝶 战斧劈空而来 一股狂风自斧子四周破空而出 顺着两旁击齿 传出阵阵轰隆隆的巨响 回荡天地之间 时至今日 红蝶的一生不足两百 他短暂的一生就如同那蝴蝶一般 尽管瞬间 但他的美丽 他的傲气 却是让所有与他接触之人 终生难忘 虽然他的傲气 使得很多人对他不喜 虽然他的绝情 使得很多人无法真正的接近 但他是红蝶 骄傲的红蝶 战斧临身 只距离红蝶不足十丈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自战斧上传来 刺客 如果红蝶想要抵抗 他有这个资格抵抗 可如果他想闪躲 他有这个实力 闪躲 但 他却不抵抗 不闪躲 他的双目越来越明亮 席内露出的骄傲也越来越盛 只不过这骄傲之中 确实有一丝遗憾 虽说隐藏很深 但亡灵还是看到 在红蝶的眼中 他好似看到了师尊 师尊的英容笑貌 幼年时期的教导之恩 少女时期的慈祥 与严厉并存的言语 这一幕幕在他眼中浮现 除了师尊之外 他眼中还出现了一个深夜 那是一个瘦弱的少年 这少年眼中的目光 始终那么温和 只是默默地望着自己 看到这个深夜 红蝶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眼中的画面始终在闪 最终定格在了一个青年身上 死人眼中的爱意极为浓郁 他为了红蝶 不惜偷取鲲鸡鞭 不惜一切 再见啊 红蝶的笑容慢慢地凝固 战斧临身 红蝶身前的玫瑰 立刻散发刺眼的鸿芒 花瓣一片一片地落下 向着四周飞舞 最终落在了虚空之中 红蝶的嘴角留下一丝纤细 双目黯淡 只是其眉宇之间那股浓浓的骄傲之意 始终不散 明年花开之时 朱雀心上会盛开异地的玫瑰 极北平原之中 会有一朵蓝色的玫瑰盛开 王蝶 那是我送你的礼物 失去了花瓣的玫瑰 只剩下花褶 在战斧临身之际 崩溃 化作飞灰 消散一枯 他的眉心出现了一丝红痕 鲜血密出 触目惊心 红蝶 你此生有一劫 此劫为生死一现 度过了 你此生平坦 若是无法度过 那么 只能引恨而终 师尊已毕生心血 为你算出此卦 万事小心 红蝶 你这一劫 怕是印在了这曾牛身上 曾牛流之不得 红蝶的双眼 被鲜血流入 眼前一片红雾 师尊 你算出了红蝶的一劫 可惜 却是只算出了终结之人 无法算出 那给予红蝶此劫的前锋 战斧呼啸 从红蝶身体内 直接穿透而过 砰的一声 沉入大地 地面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大坑 一丝黑烟从旗内散出 蔓延开来 红蝶身上的铠甲 出现了一丝裂缝 一道道军裂纹落 在旗上蔓延 最终弥漫全部角落 他闭上了双眼 身子砰的一下 化作一片血雾 清风吹袭 血雾缓缓地消散 化作点点的血色金芒 弥漫在天地之间 一代娇女 红蝶 身亡 王林 帮我杀了前锋 好吗 王林身在半空 沉默 他抬头看向天空 一息间 好似听到了红蝶 临走前 那一声传自心灵的神念 烟红如蝶 虽是短暂 可却弥漫心间 使人一声难忘 红蝶逝去 留下的只有一枚玉剑 一把鲲鸡鞭 这两样物品 静静地飘在半空 散发出一股 孤寂之色 前锋的异境 是无限的欲望 他吞噬一切 想要得到一切 实际上 异境 怎么可能会被吞噬 前锋需要的不是异境 而是感悟异境时 那一丝与天道沟通的感悟 通过吞噬异境 获得不同的感悟 从而 可以使得自己的异境 不断地完善 最终达到圆满 王林拿住预警 这上面是红蝶这些年来观察前锋所感 记录而成 王林默默地望着红蝶消散 轻叹一声 身子一动 落在地面 右手向深坑内一招 战俘立刻飞回 被他收入储物袋内 随后他心面一动 割空一抓 顿时半空中的昆吉鞭 立刻一闪之下 被王林抓在手中 仔细看了一眼后 收入储物袋子 在这昆吉鞭上 有一道问鼎漆的神念 王林暂时无法破除 但只要此物在手 他便有把握 待处理完琐事之后 以十亿宗魂藩凝化 问鼎之魂 破除此宝之上的神念 从而真正的获得 这昆吉鞭 做完这一切 王林再次看了一眼 红蝶消失之处 微微摇头 脚下一跺 身子化作戏烟 消失在了原地 向着远处的灵山而去 此刻的灵山之上 云雀子所在的 红云呼啸而过 直接来到了灵山山顶 在这里 红云化作一道 红色的飓风 在半空漠然直下 在山顶处 云雀子身影 从飓风内走出 在他的身后 周武太 神情恭敬 奔随而出 云雀子一眼就看到了 山顶之上 潘膝打坐 肩膀之上 蹲着小猴的老者 眉头一照 双目如电 再次仔细地看了一眼后 云雀子顿时 面色微变 不知是哪位道友 多舍而来 何不献出真身呢 云雀子盯着那老者 沉声说道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